将逐步的走进中小学生的课堂学习 还将编辑成册 从下学期开始 全市统一的中医校本课程小学版将正式启用 这门课程并非硬性规定 也不列为考核项目 为的呢 就是将中医文化普及到中小学生 同学们 咱们这节课呢 认几种植物做中桃药的 那咱们首先呢 看这种 这种呢 是白莲菊 舒缓皮肤的白莲菊 还有治疗感冒的板栏根 在这间狭长的花房里 种植了数十种的中草药 而治理也成为了东城区 洪志中学中医选修课的课堂 高一年级的戴明轩 因为从小得益于中医的治疗 因此立志当一名中医的他 在中考填报志愿时 就毅然选择了洪志中学的 中医药性灵实验班 我那个 会用那个耳朵 贴耳朵的这种方法 治疗一些比较简单的疾病 就比如说给小朋友调理那个眼睛 然后还有治感冒 治眼睛的话 耳朵上就说 那个耳朵正中间有一个眼 你有一个眼穴 然后这个耳伦 这个角的位置上 有一个目一和目二 我们通过这种学习 认识了更多的中小药 然后也了解了很多 那个中医药文化 除了中医药实验班 洪志中学还在学校 开始了中医药的校本课程 每周一节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不会占有我们过多的学习时间 然后同学们也对这个方面比较有兴趣 没有接受的时候 感觉这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东西 接触过之后呢 就感觉这个中医是实实在在 跟我们身边有关系的 中医药概论 推拿理论 太极养生操等中医文化 都成为了中学生的特色课程 这学期来自中医药大学的学生 就给同学们主讲手枕的理论与实践 简单的来说 就是通过观察人的一个手型 然后感知他的一个温度 然后观察他的颜色形态 还有一些线条的变化 来就是说推测你这个人的一个生理 或者病理的一些情况 对我们专业性的东西来说 并不是那么的深 会相对来说浅显一些 亲手体验疫苗 让和平里一小的学生们 认识了不少的中草药材 据了解 中医文化进校园 是本市开展中医药文化建设年 工作的内容之一 由市中医局 市教委 市文化局 市卫生局 等多部门联合举办 旨在通过多种形式 在校园内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 目前市中医局 及市教委 已联合编引了 青少年中医药文化知识 普及读本 小学版 中学版的编制工作 正在进行中 最快有望明年面试 这个小学版 也是依托的很多的中医专家 结合我们学生的特点 编辑的这个小学版的教材 主要突出我们这个 历史知识文化 传统文化 这个熏陶 把一些通过一些讲故事 读一读 看一看 想一想 这几个形式 把这个中医的一些的文化知识 历史知识 包括一些这个保建的理念 还有咱们一些中医药非物 然后遗产的内容 也融入进去 北京台报道 像神农长百草 道人先方疗骨伤等等 浅显易懂的中医知识和故事 成为了青少年中医药文化知识 普及读本 小学版的主要内容 有了教材 还要有老师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该课程的老师将在近期 进行报名离选后 接受中医部门的培训 我喜欢听的就是 关于中草药的一些神话故事 就是一些中药药的意思 也比较让我难理解 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 所以光枯燥地讲一些 书本的这个文字性的东西 他们不太感兴趣 所以我们一般在校本课程 这个一节课40分钟啊 安排首先有几分钟 可能是介绍一些名医 中间呢会介绍一些童话故事 比如说白勺这个中药药 它为什么起门叫白勺呢 然后还有一些实践的操作东西 包括他们怎么种植树草药 这些孩子们非常感兴趣 中医博大精深 就是掌握这个度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讲的太前显 那么又跟没讲一样 就是常识性的东西了 如果讲的太深 可能孩子们理解起来非常有困难 形式要喜闻乐见 内容还要浅显易懂 相比小学而言 中学课程分科教系 课业负担也较重 从目前的试点情况来看 通过多学科融合的形式 来传递中医理念 将成为中学校园内 普及中医知识的主要方向之一 教材有了方向定的 师资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记者从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 从近期开始 全市将进行中医课程老师的报名 临选后接受中医部门的培训 通过基于统一读本内容的集中充电 巩固老师的中医药传统知识 目前现在各个学校的推广传统文化 中医传统文化 都是有历史课的老师 生物课的老师 语文课的老师 就是多学课的老师 来跟咱们北京大学 中国中医科学院 跟北京医院 北京中医院的一些专家 共同来讲的课 如果就是我们今年是准备 跟教委一块 最中医传统文化的小教员 进行培训 采取统一的模式 就是统一的一些课程 或者统一的一些教材 来进行培训 据了解 因各区县教育资源 师资力量的差异 因此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工作 将逐步推进 东城等中医文化基础 较好的区县 也望在一年内实现 中医文化进小学的全覆盖 但相关部门也表示 中医文化进校园 并不是单纯的将中医的知识点 传授给学生 而是一种文化的熏陶 一种中医保健理念的熏陶 要说难处 可能就是怎么处理好 这个传统文化的熏陶 跟中医知识 其实中医知识 并不是非要了解 很深的中医知识 因为中医是非常深 那中规还是医学知识 咱们把在处理 这个文化知识 跟医学知识 这个关系 在这还是非常关键的 合理膳食 可以减少小胖堆 脚趾抓地 可以预防禁食炎 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 孩子们的身心更健康了 中医进校园的目的 也就真正实现了 北京台报道